他就說我們吵架了 他就說那個房子是他一個人的 我覺得奇怪 我說這房子怎麼是你的 後來他就說 這個就是他一個人的名字 所以你當時是不知道 上面沒有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 記得有一次他拿我的那個身份證 他就去登記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也沒跟我講清楚 他去拿你的身份證去辦的時候 沒告訴你去辦什麼 沒告訴我那個真正的事情 就隨便給了他 就寫了他的一個名字 我覺得這個事情做的 就是讓我很委屈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就覺得他那個買的房子 他出的錢多嘛 這個房子就是他的 他想把這個房子 歸他個人所有 是吧 我說他是真的是 對我是到底是什麼態度是吧 有沒有感情的 都真的是懷疑 現在越來越懷疑了 這個確實讓人有點很難理解 這個許先生當時是怎麼想的 2005年的下半年 我當時在另外一個很像是 蠻遠的在戒調 然後買房的時候 到了06年 問別人買的時候 我馬上就過戶嘛 我們簽合同是我們倆 一起去簽的合同 這個我沒說假話吧 簽這個字的時候 因為我拿了我的身份證 去辦那個房產證的時候 他要付其共同的 兩個人的身份證 然後辦的時候 應該是用現在的說法 是婚內共同財產 我說當時的名字 用你的名字跟用我的名字 有什麼區別 是吧 我們都不是婚內共同證 你有告訴他這件事嗎 我當時我都忘記了 我來拿沒拿他的身份證 我都不記得了 因為我們是共同去簽的合同 在銀行裡交錢 也是我們一起去交的 但是辦房產證的時候 是你一個人的名字 房產證一個人的名字 當時說我是以為 一個人的名字也可以 對吧 我為什麼兩個人的名字 你這件事有告訴他嗎 有事後跟他講一下嗎 我自己也不懂 今天我辦了房產證 我今天辦了房產證這件事 有沒有跟他說一下 他也知道 當時沒有什麼反應的 我們好幾年 都沒有什麼任何反應 只是後來吵架的時候 其實不是第一次 我們離婚的時候 就是14年離婚以後 才說這個問題的 他在跟我說 我說房產證是我的名字 這是婚後再吵了架 他都搞糊度了 其實跟那個時候不打架 你們離婚的時候 沒有財產分割的嗎 第一次離婚的時候 婚哥呢 婚哥給我 婚哥房子歸你 車子歸他 家裡錢歸他 你們是有這個劃分的是吧 對 然後在吵架的時候 就說了一下 我說房子都是我的 你不要在這裡吵就是了 是吧 我記得是在婚內好不好 在婚內好不好 這個婚內跟婚外我還不知道 你的記性是不太好的 有時候吵架的記性特別好 在許先生口中 房產證這件事是個誤會 可承認是心裡跟明鏡似的 這是丈夫在耍心思 這樣的男人不要也罷 這婚必須得離 可令人不解的是 離婚之後沒多久 面對主動求和的許先生 承認是又心軟了 還迅速地和許先生付了婚 想的是許先生能痛定思痛 好好過日子 不過許先生 有過河拆橋的意思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